会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动物园 星期五展出多种具有澳洲特色的有待动物 包括五尾熊 带熊 沙袋鼠以及23种澳洲的西游鸟类 带您一起来看看 瞧 这些憨厚可爱的五尾熊来自澳洲的古舍兰 他们的年龄从8个月到17岁 是澳洲境外最大的五尾熊养殖群了 五尾熊可不是熊哦 五尾熊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高高的树上 就连睡觉也不下来 他们以暗树叶和嫩汁为食 平时几乎都不喝水 因为从暗树叶富含水分 所以他们只有在生病和干旱时才下地喝水 除了五尾熊 圣地亚哥动物园里 还住着其他澳洲特有的有待动物 带熊 沙袋鼠 各种各样的西游鸟类和物种 为了生动展现澳洲原始的旷野风光 动物园在展览开幕仪式上 还使用了澳洲土著歌舞来欢迎观众 这座巨大的康拉德普利贝斯 澳洲野外展览厅 耗费了740万美元打造 内部具备了适合动物生存的大自然空间 圣地亚哥动物园建造这座棲息地 主要是用于研究这些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 新唐人记者陈一新综合报道